小张从2021年12月开始做滴滴专车司机 他告诉记者工作强度有些大 小张说他一个月能挣17000多 但这个月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小张的滴滴司机账号后台服务评分为96.5分 11月1号那笔取消了订单 平台显示的违规原因是 因个人原因无法服务或其他违反平台规则的行为 平台处理结果为服务分扣6分 11月6号生效 小张觉得不合理 提出申诉并上传了图片 那个图片是 那个 车辆事故图片吗 上传三张吗 为什么会有三张事故的图片上传 当时不是在洗车吗 然后这是他那个第三方服务公司 就帮着我去申诉的 然后说看看用这个办法能不能申诉过来 采访时记者没有看到那三张图片 小张出示了一段通话录音 说是滴滴客服告诉他 扣分是合理的 因为确实咱们当时 您申诉的照片的话 是因为咱们传的交通事故是一个大型的扩车 小张不认可这次罚分并再次向滴滴申诉 他告诉记者当时平台认为 他提供了虚假证据 打算将他的账号封禁七天 11月9号 小张在这里办进行了申诉 11月16号 答复意见写着 11月1号 小张的账号没有相关接单记录 无法确定扣分和封禁问题 11月17号 小张再次针对扣六分的处罚进行申诉 27号收到的答复意见写着 封号原因是被投诉性骚扰 小张说当时他很震惊 小张说他是因为申诉服务分扣分 才发现了账号的投诉率 至于所谓的性骚扰 他根本没这么做过 滴滴核实 最终答复我就是系统出错了 说我的账号没有任何违规 这个关于性骚扰问题的这个投诉 我这边是看了一下您的账号 然后咱们这个账号的话 确实现在没有说您说您跟相关信息 咱们账号的话 这个圈子完全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它不会说影响到您这个 现在的一个使用 这边还需要再考386单 您的这个扣分会滚出的时候 性骚扰的投诉经核实并不存在 小张还管心 0.3%的投诉率什么时候可以取消 针对这个承购恶意投诉性骚扰问题 恢复我的名誉权 然后作为书面澄清 导致我这个快车账号被恶意投诉 涉及到我这个专车账号的0.3%的投诉率 影响我两年跑滴滴专车 然后做出相应的补偿 对于小张反映的情况 记者联系了平台 后来滴滴方面回复说 已经撤回对账号封禁七天的处罚 至于11月1号取消订单的问题 会再联系小张 记者将这一说法转达给了小张 他说账号确实没有被封禁过 但是对于扣分他依然不认可 账号0.3%投诉率还是存在 自己也已经被降为快车司机 只有在晚上一定时间之后 才能接专车订单 108黄剑记者报道 小张的纪念